大家好,我是金華美衣的佩芊醫師 今天想要和各位分享 到底電波是幾歲才能開始做治療 幾歲才可以開始打電波 25歲會太早嗎? 基本上我認為只要你覺得皮膚有比較鬆弛 或是說皮膚比較下垂的人 無論幾歲你都很適合做電波這個療程 只是在電波的治療法術上 我們這邊還是需要請我們醫生做評估 因為每一個人的鬆弛度 還有皮膚的緊緻度不同 因此我們在電波的發術上面的一個評估 也會比較不一樣 就像我們現在 我們在做保養品的一個保養的時候 大家都是從幾歲開始呢? 有些人會說我16歲就開始 有些人說我18歲 因此我們在做保養品的保養 大家都有一個觀念就是越早保養越好 當時我們皮膚是沒有任何其他的問題 可是我們卻知道說我們要用 要這麼早就要提前用保養品 幫我們把我們的皮膚最好的情況下去hold住 因此這個觀念我們也可以帶到說 電波到底幾歲適合? 那我這邊的答案是沒有一定 今天只要符合醫美法規的年紀 18歲以上 只要你覺得皮膚鬆弛 皮膚緊緻度不夠 那越早保養 答案一定是越好的 如果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歡迎在下方留言按讚分享 也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大家好 ..! 如果下方留言按讚